夫妻交流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呢 同居的情侣或者已经结了婚的夫妻 想要感情越来越好 就一定要培养一个习惯 那就是每周至少三次 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 放下手机和伴侣 好好的交流一下感情 有什么说什么 敞开心非得聊 有的女人可能一个小时都聊不完 有的可能几分钟就倒头大睡 那么今天呢 我教你们一招 一步就能够激发女人内心深处的需求 把她们撩打脸红心跳 那就是带着香气的深吻 要知道啊 女人接吻时是很投入的 而这个时候 男人嘴里的味道 很大程度决定了她的体验感 如果你不想女人刚进入状态 就被你嘴巴里的味道劝退的话 那我建议你啊 提前准备一瓶这个左颜右色的口腔喷雾 别光看它外表精致啊 它里面呢 含有薄荷精华 能清新口气 改善异味 轻轻一吞啊 就能轻松缓解单干 你想试试吗 这一集失去吗 总赞